除了开赛打宁青那场 应该后面还打了一个5比3 没错 那接下来呢 就是双方计时赛的环节了 本周的计时赛再到三张 西部矿山 秋名山 以及龙宁虎 大家都非常爱看 那接下来有请严明 为我们进行抽取 我是新人我抽 看一下 昨天也是 这个赛季好像第一次抽 就来张龙丁虎 你现在脸上特别有阴影 你知道吗 光打了吧 就阴影透着笑 就变成了阴笑 好 那本场 E-Star聚战刀 AG的技术赛道 抽到的地图呢 就是严明抽取的龙晶 不过是新人 手就是醒 是吧 那本场技术赛的获胜者呢 仍然会获得2位2个人素 以及1位1个人素 首途的选择权 期待双方的竞赛表现 但是昨天 我猜我是给哪组抽的龙晶 我忘了 不会还有 AG吗 我来回顾一下 狼队打A技 住这场是吧 对 狼队打A技 当时我们还期待沈 能够跑到一个怎样的成绩 对 所以东方两次 碰到我之后 去打龙晶虎 希望别恨我 恨倒是恨不了 因为咱王哥一直都是很善点 但王哥昨天这张图上的发挥确实有极大的进步空间 对 是的 就这一个三四点小的这样一个成绩 其实在我们看来实战里边想跑出来可能稍显困难 但在进食挑战赛里边 完全有机会 应该就是没什么问题的 对 有机会 但是受限于这张龙晶虎 它中间有一个节点 就是开局起步 断空下来的一个跑法 是 对 你跑法选择的不一样 对于这张图 你的即时上限就会有很大的差异 我也没想到 这两手 这周好像就出了两次龙晶虎 全让A技捞着了 让你这么一说 好像还挺赚呢 你就和约上采访的时候一样的 我应该是联赛这个第一个掉下去的吧 是 可骄傲了呢 这个好歹也占了一项啊 但是我感觉王哥的眼神 相像于钢灯场的时候略显呆滞 不能两次都是我吧 但两次你抽的两次他跑的呀 这缘分吧 妙不可言 但这一次 业缘 对手换了 对手换成紫巅了 紫巅说等会儿 好像谁还不是受害人似的 如果让我预测的话 我依然会觉得可能是一个三四 我觉得三五吧 哦 要再往后推一点 就是三五能赢 都不是这一次能跑出三五 我觉得三五能赢 那三四大 三四大 他起步 不知道为什么 就看两位选手辛苦的起步 都觉得有点心疼 对 我感觉这个起步都很保守的 对 紫巅 我这直接一个超级球稳的跑法了 其实俩人都有点球稳了 但东方是起步 还是有一些小失误的 对 目前落后了半秒多 对 但我觉得紫巅如果要是以这样的稳定性 第一局全程稳定的跑下来 应该是一个三五的成绩 第二局他就随便跑 就可能随远了 那你东方要真能跑一个三十四的话 我输了 也说不上服 但是也愿意 东方服了 俩人心知肚明 在计时赛上呢 其实都不算是那种嘎嘎极箭的选手 对 所以说可能谁真是稳出来一个成绩就能好 是 48.17的一个单圈 这个单圈 按照这个跑法来说紫巅已经非常的稳 对 真的非常的稳 第二圈怎么说 还是稳过 真可以 没问题 因为他此时此刻不知道 但东方那边已经是单次场景裂开了 是 将提升空间留在下一次 太早的提升 难免让你觉得有点慌张 说实话 这解说完之后 我都不知道下去怎么面对东方 就是以后看到他 他都有种莫名其妙游战人生的愧疚感 哈哈 这 他跑这几次技术赛抽图 嗯 我总决赛给他抽一张对手 国服 哦 34.3 够用 可以 完全够用 厉害 他第二圈还能够比第一圈的极限程度要更 做得更好一些 第二圈46.2 你这个35还是有点过分 确实 这个35真的是看了昨天沈的表现以后 我觉得其实现在沈的即时已经完全征服了 至少是我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 嗯嗯 所以看到他跑了一个34 我觉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昨天其实两位的单圈也在四八中 嗯 甚至说你这局我没记错 子电是一个四八点一 四八点一 对 但是我看到这个单圈 我觉得三四肯定是有 嗯 不过第二圈 我觉得可能会球稳一些 对 这能不能够再跑出来 跟单圈差不多的一个成绩 对 听说 但看上这个细节 第二圈比第一圈跑得还要更猛一些 就刚才想说的什么事呢 东方这集团人赛 我给他抽的 两次龙京虎 一次新天鹅宝 哈哈 新天鹅宝的总决赛是什么 对呀 好像得请点啥了 你这主要不行 你心里边折也过意不去 嗯 要不欠风仔的半几滴了 请 哈哈 快看起步 这一次子电其实完全可以稳了 对 但单次成绩已经有效了 刚才已经脱飘了 这一次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东方 对 但东方 哎呀 好 不用关注了 不用关注了 这34.3 但凡有点失误都跑不了 而且如果今天这么打的话 我觉得AZ龙京虎还得本 嗯 但是我记得昨天龙京虎其实弹载掉 对 这反而是实战当中王哥还行 也得说因为大家实战的时候谁都出不来 车速能控制住都慢 对 而且实战的技术确实节奏是不一样的 是啊 紫电在前面出现了 直接拐河里一个大复位以后 现在还是领先东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什么叫做二指天花板 嗯 那是二指天花板 在这张图上呢 其实发挥的不是很明显 对 他 他有没有一次是成功弹出来顺利飞过来的 基本上没有 主要是在这张图就凸显出来了一点 一个逻辑性的东西 诶 一楼的天花板是二楼地板 就只能说在这张图上 确实他可能不算是东方最擅长的一张继续图 确实 但紫电这一次跑的也是非常随意了 今天二位出战的是阿妮和易 对 所以紫电完美完成任务 34.3的成绩 拿下即时挑战赛的胜利 我们可以恭喜第四大紫电 那说实话如果是一斯大尔赢了的话呢 或者说不管一斯大尔赢还是AG赢 我最想看到的一个局面是 首图 咱就选熔炼车肩 确实行 真的都可以 AG这张图是你但凡打二位 只要对手没班他一定能打出来的 或者说对手都来不及班 首图和王图他一定是有一张图是熔炼车肩 而对于斯大尔来讲的话呢也是 也是 对 熔炼车肩 熔炼车肩 甚至说在我们可能2020年那个时候 大家 比较喜欢打熔炼车肩 那个时候呢 我们还评选出来了多个车肩主任 但是其实在2021年 包括2022年的上半年呢 可能这一张图有点淡出舞台了 直到2021年 下半年开始的 那个机甲的熔炼车肩开始 可能大家就会以一个独特的眼光去看待这场赛道 而白狼呢来到联赛以后 大家又会选择在这张图去完全打一个铜车去拼硬实力 如果没记错的话 早期在白狼和机甲出之前 都有